下姓被告 那今天也没有出庭 那当然这个是他的诉讼权能 我们都予尊重 但是就我们家人的立场 当然还是会非常的希望说 他可以出来面对这个事实 因为调解不成立的情况底下 我们接下来还是会就是进行我们的诉讼程序 那就是由法官来判断说 到底这个婚姻是有效无效成立不成立这样子 对方律师是怎么说呢 其实对方律师因为其实今天就是不成立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事情其实也跟对方律师 也是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 就算他们其实是没有做什么表达的 也就是说对于本件不成立 事实上双方应该可能律师团也都有所预测 所以就本件我们直接就是调解不成立 那我只能说按照我们目前所获得的资讯来看 就是如果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 这个部分如果是成立的情况底下的话 那当然对我们的诉讼 民事诉讼会是有利的 那当然我还必须强调一遍 因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 本来就是两者不同的诉讼 民事诉讼不需要受到刑事诉讼的一个指引和一个牵制 所以说民事诉讼这里 他会不会按照刑事诉讼那边这样走 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各位保证 我们只能说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是神圣乐观